请收看惠律法师 冯雪讲座 生活在这种建议里面 这个记者啊 一进去 他说这是什么味道 非常的臭 很恶臭 然后走到露天 都是人 因为卢安达 法律也不脏 全国只有首席一个检察官 抓了十几万人犯人 然后就像我们讲堂这样子楼下 如果是200平的话 至少关500个人以上 像我们这个 500个人 你只能坐着 不能睡觉 你只能坐着 不能睡觉 厕所在哪里 厕所在最后面 没有马桶盖 要 你就面向那边小便 那没有小便的人就坐这个地方 那个臭气就是冲到这个地方 铁片 铁片 这样 这样盖起来而已 吃饭怎么吃 家里的人带饭来吃 国家没有钱 你不吃 你就在那边饿死 如果你没有家人为你送饭 你就饿死 那这十几万个人 一个手续检察官 不到七 差不多十个律师 如果要把这些案件审判完毕 要200年 哎 你骂你 一个一个等啊 一个一个等哦 晚上睡觉 他们晚上睡觉干什么 他说 没有啊 没有棉被啊 蛤 没有棉被 对啊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露天的 下雨的下雨就是这样子啊 下雨就是像猴子这样淋漪啊 有的人比较抢的 比较好位置的 可以盖一点点的 抢不到位置的就是这样淋漪啊 人太多 没办法 一个讲堂这样子 楼下这样 一 关五百个人啊 那我说 他生病呢 那记者访问他说 他生病怎么办 生病就放着让他死 没有医药 没有饮食 没有棉被 如果说 以我们现在的台湾的这个监狱 这给卢安拿的人来关 他要关这里了 那开放一下 他这里是天堂 你只要给他饭吃 给他棉被 给他一点点的床铺睡 他就说 这里是天堂 以前我常常有在打幻想 这个没有徒弟嘛 是不是我到卢安把这领养一批黑人 慢慢叫他中文 巴 巴 摩 巴 慢慢叫 他没饭吃啊 那领养 所以你要领养多少的孩子 一千个 一千个 一千个黑人 因为现在 台湾的工人难请 和尚也很难请 和尚这个行业也很难请 大家都不想让孩子 出家 我在想到 这么贫穷的一个国家 如果我要收留一千个 我一定养活的他 一定没有办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一定没有问题 你就是我们这样 都到那里训练了 都养得蚕食来训练 地下子一打开 那里训练了 都养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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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这三十个 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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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养活的 你都养活的 那麦克弘拿给他 那个记者访问 那个小小男孩 一个黑黑人的孩子 说 你为什么不读书呢 他说 我爸爸被被抓来关这里 关了好几年 我每天要为爸爸送饭 要走好几公里的路 我要走好几公里的路 走来这里 为爸爸送饭 送完了再走好几公里 再回到家 我这样要走一天 才能够拿饭 拿给我爸爸吃 吃完了 我要走回去 我没有时间读书 这几年通通 这几年来 通通说 只有为他爸爸送饭而已 送到牢房去 然后再赶快跑回去 这样子 你说 你没有脚踏车 他说 什么是脚踏车 不知道 看到什么有个脚踏车 摩托车 什么 大行也没有 都走 但是有一个好处 身体更用 每天有个人 你脑袋上不能散开 身体有够用 身体过强壮的 鲁安达 所以我常常告诉诸位说 你活在台湾 我们活在台湾 如果我们真的是很不满意 你想想看那种这种生活 你怎么过 然后那个记者就面向大家 我要向大家呼吁 鲁安达 这非人过的生活 这个地方不是人能够过的生活 这简直是跟地义 没什么两样 生病 没医药 上个厕所 要大便 小便 没厕所 晚上寒门下大雨 没有棉被 没有遮椅的地方 遮椅棚 就像猴子 以森林里面的那些动物 就任鱼啊 这样淋 就这样子 湿了再干干的 又湿湿了 又干干的 要湿 就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 举这个例子是为什么 我说这一堂课叫做轻松的课 天下无所不谈 来告诉你 你有多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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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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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们的幸运 没有 我们的幸运 金之主 而世界上只有一个最幸运的人 最幸运的人 这个报道当中 这个黑连的黑猪 这个影片刚好被美国人看到 一个美国妇你看到 这个美国妇你看到那一幕 感动 他说我要收拾那个残悔的人 残悔的人 他整个脊椎弯曲的一个小男孩 我看到他就一直哭啊 美国人很有同情心 那美国人的领养还是有个原则 就是他不会生育 不会生育 他就领养了 领养了以后 他开始啊 因为他有严重的疾病 肺癌 会结合 开始跟他治疗 美国人呢 就把他领养 透过那个镜头 透过记者 就这样把他 拿到护照 就把他运到美国来 开始给他治疗 治疗以后 脊椎弯曲 再给他剖开那脊椎 穿那个管路 给他脊椎挺直 他开始一直上学 这个黑人非常有志气 非常有志气 非常有志气 他每天呢 他都是这样子的孝顺 这个养父养母 对他非常的孝顺 非常有志气 人家读三个钟头的书 他就读六个钟头 结果这个黑人呢 就读书 竟然是整个美国的大学里面呢 明天前茅的 第一名毕业 大学了 美国大学的 麻省理工学院 毕业 那吓死人了 他说你有什么愿望 他说 我想做大事 我想做大事 非洲的大事 我希望我做美国的国务卿 不要处理南非 黑人的问题 黑人的问题 这样 可见 人人的智慧是平本的 人人的智慧是平本的 举这个例子告诉你 太幸运了 那个记者说 全世界的人 这个是最幸运的 就是 他在看这个discovery 看这个频道的时候 美国人看到那个哭 我看到老半天就是哭不出来 这太多的 一大票的几百万人 通通是 你怎么会被靠没了啊 这么多的黑人 这么多的悲惨 没办法 诶 那个人就是 我要领养这个 结果领到 拿到美国护照 送到美国去 开刀吃药 每年都跟他为他做生日 他说 你几月几号生日 他说我不知道 爸爸妈妈你给我定一个 我们在那边 哪里有什么 做生日的 不知道生日是什么时候 就随便定一个 每年 他的爸爸 美国的爸爸妈妈 都跟他 跟他做生日 他一直觉得他很幸运 然后记者开始 访问这个 这个黑人 小孩子从小成长的 他说 你很幸运的 他说我确实 我很幸运 他说你 在那边的生活是怎么样 他说 我是回教徒 回教的借力 就是 就是不能偷人家 他说我宁可死 也不偷人家的东西 不偷哪个人家的东西 但是你怎么过火 他说我每次都到菜市场的时候 在等 在等 看看有没有人 丢东西给我 或者是外国人走过去的时候 看有没有丢个铜板给我 我买点东西吃 我就是这样过日子 他说你的病 他说 三餐都吃不饱 不要讲看病 就是放着让他自然 他说那你有什么感想 他说呀 世间实在是不平等 不平等 有的人就很幸运的 生长在西方 我们就很不幸的生长在非洲 那么我是靠了这一点坚定的意志 走到较高 因为他严重 重度的残障 治疗的 还变得轻度的了 自己会走路 外年外年外年 结果竟然是大学里面第一名毕业的大将 刮目相看 他领了一张毕业证书 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 养父养母 在那边鼓掌 掉眼泪 那我的心血 没有白费了 你看 非常有志气的一个孩子 本来是放在罗宾 结果 结果太好笑了 他十几岁 他才念小学一年级 他去同班同学的时候 他位置坐不下 因为他太大 旁边的坐小学一年级 他说那你上学你有什么 碰到什么逆境 他说全关就是我最大 我十几岁 才上小学一年级 桌子椅子都坐不下 每天小学生都一直骂我 说你那么大 怎么念小学一年级 十几岁再躺小学一年级 你没办法 大家都一直看他 一直看他 后来他跟他们很好 都叫他大哥哥 大哥哥 我讲这个例子 就告诉你 有志者是进城 我们不要迷真诸望 不要迷了这个真性 追逐这个虚望 时时刻刻 记得很知足 时时刻刻 不要一直记得人家伤害我们 时时刻刻 内心里面想到 万法都是因缘生 因缘灭的 我们活得很快乐 很自主 然后能够施舍的 尽量施舍 尽量施舍 负地址就是这样 你 银行里面的 靠着 有足够的钱 那你多余的那么钱 你做什么 你先想想看 叫你去浪费钱 你不可能 负地址 接减 对不对 那么 你省吃捡用 那么 每天生活就是这么单纯 你花到死 你也花不完 那你这些钱 你怎么办 对不对 你一定花不完 以台湾的经济来讲的话 那叫你浪费 你也不可能 所以 你是不是有计划的 要把它慢慢的 把它施舍 救度众生